嘩! 跳來了!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澤南俱樂部 又是我Ken 今天星期幾 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星期五 各位 今天星期五 又到我主場 我整股Anson的行動 這次要報復 還要是一個很嚴重的報復 大家看看 嘩! 嘩! 大家看不見這條是甚麼 話說Anson最怕的是一些小動物 無論是蟑螂 老鼠 我們studio下面有很多老鼠 所以他很害怕 我相信如果他見到蛇 應該更加害怕 帶前提 怎樣可以令到studio 有一條蛇出現 沒有可能的 所以 大家記不記得 那次我們大胃 吃剩兩條青瓜 這裡 那做甚麼好呢 當然是拍整股 難道就這樣吃回頭嗎 這麼浪費 我們不是這麼浪費食物的人 對不對 先拔下來 Ken就想到一條 比較特別小小的整股 就是如果 你吃青瓜 一咬 一咬 咬一條蛇 出來的話 究竟Anson會有甚麼反應 你想想 你吃的東西 裡面 甚至乎這東西 裡面是不會有任何動物的 所以你是會很放心地咬它 你一咬一條蛇 在裡面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那裡 我自己都害怕 立刻做 Let's go 嘩 你有沒有 一條蛇的狠樣 那好啦 現在就立刻把這條蛇 放進這個青瓜 大家看不看到 這條青瓜 跟一個筷子的長度差不多 那如果我插進去的話 應該就可以撩到一個洞出來 那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已經有個洞 都挺深的 因為大家看到 整支筷子都可以插進去 有個洞 在裡面 是有點不雅的 但是要這樣才能通得到 我不是打算全部放進去 我只是打算放一條蛇尾 這條蛇呢 是讓它看到 咬了一條蛇尾 我已經出來了 問是甚麼 我再把它丟掉 一條蛇過去 然後打算嚇到它 掉了 那這條呢 因為這一條太幼了 所以沒有甚麼阻嚇性 好像蜥蜴尾 所以這一條不要 你吃一下 那條青瓜 你看到這一條 你都不是說不怕 我們現在就塞進去看看是否成功 之後可能有人問 不要開玩笑 這樣大家都見到 但如果我只要遮住背面 就是看這裏 大家覺不覺得有條蛇在裏面 完全不覺得 雖然在這裏有戒位 但我們只要把石紙包住 然後我可能改一個藉口 就是讓你拿著去吃 好大家都見到 道具完成 現在就等Anson回來 然後那個策略就是 他一回來我就會拿著來吃 然後我就跟Anson說 Anson我晚上吃得很飽 吃不完 但如果再不吃的話 那些青瓜就會變壞 所以叫他吃 通常他都會幫我的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然後拍完VM 留在我的外面 我怕他壞 我怕他壞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室室 真的太大錢了 污染了我的AVIDIA 我的AVIDIA 不應該有這樣的對待 他說 他最純正 不應該生活在這個 這麼污染的世界上 你不要忘記我 你投了AVIDIA 對 對 喂不行 我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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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忘記我 我會投了AVIDIA 喂不行 我會飽 What's up buddy 你真的要拍 Party with TM 我不用了 但再放在這裏 就臭了 我幫我吃完 我幫我吃完 我是不是做好自己 I don't wanna dance about 我叫什麼 我真的吃了 我真的吃了 這麼大 我 我不明白 為什麼留兩粒 最大粒 我們在吃的時候 這個完全是我的尺寸 什麼Anson 聽過 你也知道 沒有 你覺得就好自己 K 借我一下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 沒有 如果我們吃了 我怕什麼 這個是什麼 我不怕 有什麼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 如果有 comm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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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